下一位是楊振謙先生 政府在去年發表了長遠房屋策略 說在10年入面就要蓋48萬個單位 公私營房屋64比按照你的計法 就是每年要蓋28,800個公營房屋的單位 但是根據政府去年給立法會的文件就顯示 由1415年到1819年到5年 公屋和居屋的總建屋量 是加起來只有87,700個 和我目標144,000個 你是到六成的 我和你計算了 代表1819年之後的5年 如果你要達標的話 你平均每年要蓋4萬個公營房屋的單位 你現在那些全部是插針式公屋 除了有幾個是大型屋村 那些全部是那裡一棟那裡一棟 那你怎麼蓋呢 1819年往後的5年 去年長冊會有公佈了22條舊村重建的名單 當時映先生還未做防署處長 當中攜城西村的反應是最大的 那你先申報 我本身住在攜城西村 那只是區議員和其他地區幹事 搞的重建居民會是超過20次的 那請願都十次八次了 映先生你應該也接過信了 是不是 這個會今天坐在這裏 主席和梁耀忠儀都很關心這條村的重建問題 那我亦都做過一份建議書給主席 主席知道 就是說 攜城西村的重建 你5300個單位 我們最少估計 現在重建了之後 有8800個單位 這個是最少 那就是多了六成 如果你說安置的問題 就即是拆了一座其中只有68個單位的公屋 和一個停車場 接著安置在一個同條村 400米以外範圍一 你們會有一個大窟口 到第二期 第一、二期的新的公屋 那裏是760個單位 我拿你68個單位在那裏 那你就可以拆了 現在現有四座和停車場的位置 然後你再安置下去 我那份報告書寫得很詳細 那應生我遲些可以給你看一下 我會電郵給你的 即是如果長冊會 這二十二條村裏 現在就有七萬六千七百個單位 那如果政府 你也有辦法 可以重建到這二十二條村的話 我和你計算得最少 你是有三萬五千個單位 即是多三萬五千個單位 OK 即是如果以你現在這個建屋的進度 你十年之後 你最多是建到二十萬 鬆一點 二十萬給你很多 你重建 即是如果算你肯重建的話 你都是多過三萬幾至四萬 你都是二十四萬 你點起二十八萬 大佬 是不是 即是如果你何況你現在講到 好像說不想重建那些屋村 那樣 你不重建 你怎樣做 你怎樣有二十八萬 講完 謝謝 謝謝 下一位陳錦威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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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